好 来 画面借我使用一下 好 那我们接下来谈一下发布 就是把这个网站真的放到 放到什么 一个网页上面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发布 发布在这个地方 您必须要稍微知道一下 大家前面全部都长一模一样 好 大家前面都长一模一样 都是https冒号 写线写线 sites.google.com 写线view 只有后面这边你自己取 例如说 我叫做kensun 例如说3 因为我已经发布过一个网站 叫做kensun 又发布第二个 现在我再发布第三个 可以吗 那他会告诉你说 这个网站已经有人使用过了 那我就再继续增加 例如说4 直到没有这个提示为止 他这边会打勾 代表说 我可以直接把 刚刚做的这些内容呢 发布变成一个网站 这就是网站 这就是网站 你一定要取得这个网站 好 一定要取得这个网站 我就直接点选 发布 可以吗 好 那 如果 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你在发布之前 你可以先去做一个预览 预览 例如说 点选这个预览 他这边有桌机板 这是桌机 这个是平板 就是配的 配的 这个是手机 我建议各位 一定要看一看手机 手机的那个画面 手机的画面 通常我们在这个地方 都会看到三条横线 三条横线就代表说 有更多的选项 就是 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 全部把所有的内容都呈现 而且他会变成 好像就是 左 本来是可以左右排的 现在只能变成上下排 好 所以在 这个地方 可以发现这边 变成有这个往下的箭头 办公室应用这边 是不是 可以直接点它 就切换到 我的文书处理 好 然后 点这个地方来去做切换 然后 例如说 切换到大数据分析 变成是这样子一个操作 这是手机 而且到时候 你这个 你打开你这个手机 不管是Suffer 或者是那个 Android系统的 那个浏览器 都可以看到 就是打我刚刚说 输入的那个网址 都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内容 好 当然 你也可以看看电脑 电脑的一个形式 因为 您刚刚是在 电脑桌机的形式下去 设计 最不会有问题 可是您必须要 稍微看一下 这个手机 好了 那我现在呢 我就直接点什么 发布 发布这边 记得要取一个 你 就是 我是 我是个人比较倾向建议 你稍微记得住的 好 KN是我的英文名字 SUN是我的姓 所以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我是这样子来去编的 好 点选 发布 这样我们就 直接把这个网站的内容 就发布出去了 好 所以一个网站 大概到这边 就算创作完成了 就还没有跟GA 连线 对吧 好 所以只是 我们做好了一个网站 可以吗 请你们 这边 这边是发布 这边是发布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浏览 已经发布的网站 就跟刚刚所看到的是一样 就跟刚预览所看到的是一样的 可是 可是在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http s 冒号 斜线 斜线 这个是大家都一样的 到这边 有看到 kensun4 这边先不要管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内容了 就是 这是变成 真实的 真实的一个网站的发布 可以吗 好 请你们先坐到这个地方 因为 这是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有一个网站 我们才能教你怎么埋进去那个GA 好 请你们动手坐一下